称霸北方长达500多年的鲜卑人 今天究竟是哪个民族 他们生活在哪里 中国北方建立政权最长的就是鲜卑人 他们先后建立了11个王朝 统治长达500多年 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林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呼伦贝尔的阿里河镇 我身后就是大仙岭的腹地 据说这里的嘎仙洞是鲜卑人的族庭发祥地 今天我将带你们一探究竟 下ğı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测这个洞口的高度最起码有20米 宽度也得20多米 这个洞究竟有多深呢 咱们目前无法知道 也查不到相关资料 这有个栏杆被拦住了 不让人进 而且我一个人也不敢进 害怕有一层洞 刚才从这飞出两只鸟 咱就不往里进了 咱用户外电筒照一下 简单看一看 这里面气温可以有 挺暖和的 据说在山东上面 还有很多小的洞 是给那些女人分娩 包括生病的人隔离居住的 在2000多年前 这个山洞就是他们抵御寒冷的超级避风所 据说那个时代是小寒冰时期 大仙岭的冬天嘎嘎冷 最低可以达到零下70度 大家看 这上面有很多人工开草过的痕迹 这块大石头上还摆了一个哈达 怎么会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难道这整个洞都是凿出来的 那可真厉害 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鲜悲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个体 它融合了北方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 早在周朝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 有三个主体民族 肃慎 东湖 惠墨 只有东湖 它建立了完整的国家跟统一的政权 因为东湖人生活在辽东地区 它更接近于中原文化 后来匈牧人的攫取 在他们伟大的矛盾缠余的带领下 东湖的势力逐渐被蚕食 被逼无奈 在匈牧人的驱管下 东湖人逐渐向北迁徙 来到了大仙岭深处 在大仙岭的北侧有一座山叫鲜悲山 南侧有一座山叫乌环山 所以生活在大仙岭北部的东湖人就变成了鲜悲人 生活在乌环山的人就变成了乌环人 也是自死东湖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不过在国外对东北亚历史的研究中 东湖人仍然是存在的 现在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把东湖人翻译成俄语通古斯 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 历史的车轮总是那么残酷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随着汉王朝的崛起 匈牧人也逐渐被打压 有一天先被人发现在墨北 很多地方没了匈牧人的足迹 甚至变成了无主之地 他们就逐渐南迁 从森林走向了草原 到了现在的市委满洲里一带 逐渐逐渐的南迁 一步一步南下 到了山西的大同 建立了北魏王朝 当时大同应该叫平成 那个时候的北方少数民族 他们的文化记载多数是靠口口相传 很少有那些书写传记的史观 这就导致先被人知道自己的祖先 生活在大仙岭身处的仙碑山 却不知道真正在哪里 直到北魏大皇帝拓跋涛的时代 那个时候北魏有很多的纳贡小国 其中有个小国叫乌洛侯国 乌洛侯国生活在现在的 莫里达瓦嫩江这一带 他每年都要去平成大同去朝贡 就是说你是附属小弟吗 你总要向大哥问好 哪怕你带两个羊腿去 人家也会把中原特产给你回里过来 这不是打打杀杀 这是人情世故 你要是不去呢 清则将会被口诛笔伐 重则会派武官过来 踩踏你的小国 这个乌洛侯国这个大王 有一年亲自纳贡 就对大皇帝拓跋涛讲 说伟大大皇帝 您知道您的祖先生活在哪里吗 拓跋涛说 知道啊 就生活在鲜卑利亚 大仙岭地区的鲜卑山 乌洛侯国王又问 那您知道继续在哪吗 他说我们已经离开那里四百年了 还真真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这个乌洛侯国说 您的祖先的祖庭 就在我们 我们所生活的北侧 在我们北部的仙山上 他的名字叫嘎仙洞 拓跋涛文言此时大喜啊 于是就派了他的得力侵臣 叫李厂 就亲自来这个地方 进行了祭祖 还留下了精美撰刻的碑文 太平真君 魏武大帝 这是踏片 这不是原文 原文应该锁在这里面 这样保护还行 总比用玻璃罩去来想 如果你用那个玻璃罩起来 那里的湿气潮气不能及时散发 他反倒往湿北内部走 九日九日就疯化了 在视频的结尾啊 咱们还是要扣一下主题 同志北方长达五百多年的先辈人究竟去哪里了 随着北魏王权的覆灭啊 先辈人就散落在四方 大部分先辈人就融入了主体汉文化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活在陕西的关隆贵族 你像宇文 拓跋 长孙 独孤 慕容 魏池 其实他们都是先辈人的大姓 只不过是他们在随唐后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先辈人的后裔 包括唐朝的统治者 李氏家族 他们也是拥有先辈人的血统 先辈人对咱们北方少数民族跟主体汉文化的结合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他们的皇帝主动提出来就是胡汉同婚 这种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扩散性很强的 包括现代的日本的榻榻米 然后和服 这其实都是受鲜卑文化的影响 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鲜卑人士不愿意融入主体的汉文化的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宇文家族 他们慢慢的衍生成了契丹人 后来契丹人在宋朝时期建立了大辽国 还有一部分生活在辽东市委一带的鲜卑人 慢慢的就演变成蒙古人 成为了蒙古人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呢 还有西伯族 达沃尔族 他们的基因检测上 那就更是鲜卑人的后裔了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给阿林评论和转发 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 独食使人明智 而且历史考古的发现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意义 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就像这个先被动的发现 他就取到了一个固本培圆 守住领土的非凡意义 因为在大仙岭这一带 领土是国际上存在争议的 像我们周边很多邻国都用那种愁的嘴脸说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主体是他们的地方 是他们的祖先先在这里活动的 有了这些历史考古的发现 就让他们闭上了嘴 你像咱们这个鲜卑人 他早在几千年前就在西伯利亚大仙岭这一带活动 证明这个地方最早是我们的 包括这个西伯利亚 实际上也是俄罗斯人对鲜卑利亚的翻译 所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 再补充一句 嘎仙洞在西伯语是故乡的意思 在厄伦春语是列民之先的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 生活在现代的鲜卑人还是汉族多 你看汉族的理性、路性、代性 这都很可能是鲜卑人的后裔